你 九岁 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看 你都变憔悴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说了 发生什么事了 说话呀 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呀 找到什么呀 分手吧 我找到了 你找到了 你找到了 你饿婚了吗 我给你煮碗面去 我说的是真的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真的 找到我心里想要的那个人 我知道 那么多年你心里边一直住着一个人 我等着 我等着那个人走出来我能进去 可是那么多年了我都没感动你 就几天的时间 那人能把你感动了 不可能 这跟时间 感动 没有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你心里边那个人有关系啊 那你告诉我 你心里边那个人是谁啊 说啊 对不起 你别跟我道歉 你告诉我你心里边那个人是谁 我就想知道 我跟他差哪儿 你告诉我你心里边那个人是谁 我跟他差哪儿 你告诉我你心里边那个人是谁 你欺负人 我跟他说是谁 真的吗 你嗯 好 现在可以说了吧 那人是谁 你心里应该清楚 那个人不就是朱利安吗 你沉醉了那么多年 你醒醒吧 这可能吗 你醒醒 我今天来 就是想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心里没人找到你 对不起 他跟朱利安到底有多像 他再生也不是朱利安 你醒醒吧 沉醉 你走出这个路 早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真的 我觉得吧 昆 我觉得 我跟他学的一模一样 你别离开我 我求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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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 不是 你 别动 你终于出现了 不是 你跑哪儿去了 你借我的钱都在这里了 赶紧拿回家 还给你们家领导吧 你耍我呢 刚刚好不容易从家里 投入十万块钱都给你了 你现在又让我还回去 你跟我说 你到底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我不送云南走吗 在路上就跟人家发生了点冲突 原本我们以为是把人给打死了 就觉得捅了大娄子了 后来才知道 就一误会 行 行 是个误会就行 把我们这一帮人急的 就说 赶紧给你们家高宁打电话 能快急死呢 没必要打了 什么意思啊 她都知道了 她 她知道什么了 这几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跟她说了 分了 分了